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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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我在教會裡面 應不應該參與侍奉呢 聽起來 這個好像是一個很正常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基督徒在教會裡面 也會問上同樣的問題 不過若然你聽清楚一點 你心水清一點 其實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就好像你回到家,你問你媽媽,你跟她說 媽媽,我應不應該在家裡幫你做家務? 你猜你媽媽會怎樣回答你? 你猜她會不會跟你說 兒子,既然是這樣的時候,你回房好好地走走 還是她會說兒子,當然應該 因為作為家裡的成員之一 其實在家裡幫忙做家務 其實是一件很理所當然的事 所以基督徒應不應該在教會裡參與侍奉呢? 其實我覺得這條一條,真的不需要問的問題 正如家人會在家裡做家務 其實弟兄姊妹在教會裡作服侍 彼此來幫助對方 其實這也是同一個道理 當然,關鍵在於今天你在教會裡 其實你當教會是甚麼? 你應該當教會是你生活以外的社團 例如一個社區中心 那你應不應該去參與這個社區中心? 老實說,你就真的需要考慮一下 畢竟社區中心有很多 社團也不少 但問題就是 教會今天不是社區中心 教會對你來說,其實是你屬來的家 是上帝今天給你屬於的一個群體 如果是這樣的話,會不會你要考慮的東西 就應該很不同呢? 你是不是應該要考慮的? 不是做還是不做? 做就應該要做 但是,怎樣做? 還有,在哪個崗位做 才能夠為這個家裡帶來最大的益處 這個才是我們最應該考慮的重點 不過,我也聽到有人這樣說 他說其實不是不做 不過我的問題就是 我需要找到我的passion 我才能做得到 我給這些人的問題就是 究竟你說的passion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你的意思是否只不過是說 你對於那件事有沒有興趣做 以及你喜不喜歡做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會想問 你認為在家裡拖地 就需要有passion嗎? 是不是要等到 有人對於拖地很有passion 家裡的地才能夠拖地呢? 你又沒有去見到 你媽媽跟你說 其實我對於拖地很有passion 如果是沒有的話 我想問 何解你媽媽仍然每個星期去拖地呢? 其實你又很簡單 因為快地真的有需要被拖 如果要說你媽媽的passion 我可以肯定 她的passion一定不是拖地 更加不是在地拖 你媽媽的passion 是在你裡 是在這頭家裡 她的passion正正是因為她愛這個家 她很盼望這個家裡的人 能夠在裡面住得開心心 好好地成長 甚至乎幸福快樂 所以她才每個星期去拖地 這個才是她的passion 那個擺在那裡的地方 當然在教會裡面 若然你能夠找到一個你很開心 很喜歡的一個崗位 當然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肯定你的服侍一定會做得很好 不過passion這件事 真的不是我們服侍裡唯一的考慮 passion不是用來局限我們 在某一個服侍的工種和崗位上 passion 我們是可以放在我們所服侍的群體 裡面的人 甚至乎我們可以放在我們所服侍 和我們所愛的上帝上面 若然你是這樣有passion法的話 其實你又怎麼會再去問 究竟我應不應該侍奉這些問題呢? 就算今天你在教會裡面 就只是拖地 我很相信你拖也拖得甘心和開心